大家好 然后今天又给大家拍视频了 然后今天讲的是这个SIG Sauer P320系列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没有空拍视频 然后正好最近没有空拍视频也进了 就是自己心又买了不少枪 反正接着来就是视频素材肯定是有不少 然后咱们先说这个就是SIG Sauer P320 它从刚刚上市的时候 那一批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就是你拿锤子或者什么东西去敲到后面这个位置 它会走火 然后现在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 应该都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 当然了如果大家在加州 就是自己想办法吧 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去找就是靠干去靠干上找 那些应该还是可以找到有些人就是可以跟你 叫做private party transfer 就是私人之间的转让 当然了一定是要经过这个去FL dealer过户的 不是说像大家有的想象那种 就是两个人见个面给钱给枪就可以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那种 好咱们还是老样子啊 第一件事咱们还说安全 这个弹夹我已经卸掉了 那么它底下是空的就没有弹夹了 下一步就是把它拉到后面卡住 检查里面有没有子弹 好没有子弹 那么这个枪它要怎么拆呢 就是把它卡到后面 当然其实刚才如果你做完检查这一步 就不需要再向往下拉一遍了啊 那么卡到后面之后把前面这个向下拉 有的时候这会很紧的啊 向下拉拉到底 然后把这个再放下来 慢慢拿手扶着慢慢的放往前放 要不然你一松手它就会飞出去了 好那么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P320X5的系列 所以它很多的就是这些上版本的零件 跟普通的P320 它有的时候是不通用的 比如说枪管 还有它的这个就是附近黄等等这些 是其实跟正常P320是不通用的 那么随着直刷的这个太脏了 就是昨天刚打过还没来得及擦呢 那么这个弹簧它往前推往后拉 那么正常的这个P320弹簧不是这个样子 它正常弹簧类似有点像是哥洛克那种 就是直接被两根卡死在里面了 不是像这种能拿下来的 像这种能拿下来的优点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因为它用的是一有一一的弹簧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这个弹簧的棒数 就是来细微的调节你的枪的这种 就是厚得力的感觉啊 这个就是这个slide就是这种来回来去动的 这个就是速度和就是手感 那么这个完事拿弹簧拿出来之后 把这个枪管往上抬往上拉 其实所有的手枪现在啊 主要是这种结构的差不多大通小异的 然后整个上半身咱们就拆完了 那么就多说一句呢就是呃 像P320X5系列它现在是这样 它来的时候是有铁苗的 它是一个呃 顶板然后带一个铁苗 那么你把那个拆去之后 你才可以装这种呃 直接装他们家自己的这种红点 啊好像RAMU1 Pro吧应该是 然后这个才可以装上 那么这个时候很就是你装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你根本没有它螺丝 你看从这往上对吧 那么那个顶板在上面的时候 你从上面是看不到螺丝的 它上面没有螺丝孔 那么其实它的螺丝是从下面 这两个洞拧进去的 如果你要是想要拧这两颗螺丝 你整个枪基本都要拆掉 那么整个枪都要拆 那就待会再说 咱先说这个下半部分啊 下半部分其实它这个叫做呃 叫Pistol就是Chessy System 然后它其实整个这下面不叫枪 它叫枪的只是里面那一小部分 像如果把它拿出来 咱们就这个把它向外拔就可以了 把它拔出来 然后这个上面这一块 你往上硬拉就能出来了 我这可能比较紧不太好弄啊 我得试一下 是挺近的 你看我是推板机从这往上推 它推出来了 一拉它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它最关键的部件 其实这个部件才叫做 在它的这个定义上 它才叫做枪 这刚打完完全没擦太脏了 这才叫做枪 那么这基本也就拆了 刹下没什么东西可拆了 其实 像这个 然后装回去也是一样 你看注意这里 这里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它在我找 它在这个位置 会有一个缺口 它应该是卡到 这个里面 在这里 卡在这里 那么它要卡进去 先是这样斜着起来 这个样子进去 找到那个位置 卡进去 然后前面再向下压 那有的时候板机会挡着 你这样推一下这个板机 把它往回推一点 把它按下来 它就好了 然后这个要插回去 你仔细看这个 它并不是一个圆形的 它是这头被切了一刀 有一个斜面 那么这个斜面 你们现在不知道 你们能不能看得到啊 你看这里 里面那个洞 是不是有一个 什么东西 出来了 挡住了一部分洞 好 那个斜面 要朝向那个 突出在圆 就这个洞里 突出来的东西 等于是靠你斜面 把它顶回去的 把它放进去 找到那个位置 我等我这个 躲开上去 为了录像这个 太不太容易看清楚啊 然后你就动 这样找 找到那个位置之后 把它 继续转使劲 不用担心话 你就使劲就好了 然后那头也是一样 找那个位置 好 好 那头被子 你看我捅进去了 往里用力 这个使劲就可以了啊 然后 你看 它就进去了 咱们现在才说这个 就是它上面部分 就是到时候咱们应该 怎么去从这个铁苗 换成红点 或者从怎么从红点 换成铁苗啊 咱们这个东西啊 要首先把这个背板拿下来 那么就是要拿一个东西去捅 旁边 这个看到有个点没有 把它向 用力向下捅 捅 然后这个底板向下滑 它就能滑出来了 然后此时慢慢慢慢的松开 顶着这个的手 慢慢慢慢的一定要慢 要不然它会飞出去的 然后这个时候 往外拉这个装针 它整个装针就都出来了 然后再把这根 这个位置向外拉 它也可以了 然后这个时候前面这个抛钩 也可以拿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 从这就能就是这个两个洞 就可以用六脚螺丝刀 比如像这种进去 去拧那颗螺丝了 两颗螺丝 因为 这头是原来露出来的 这个头是被这个东西插在里面 是被它挡住的 所以你螺丝刀 根本就过不去 你拆不下 你拆不下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如何换 这个从铁苗换成红点 那么从红点换成铁苗就简单了 这个把它从两个螺丝拧下来 同样也是拆成这个样子 再把那个原来铁苗的盖子放上去 螺丝拧好 重新再装回去 那么咱 把这个再装回去 抛个钩先进去 然后 你看 它这个位置 你看它不是个圆柱形 它是一面长 一面被切到一块 那么这个长的这一面 一定要跟 外侧 是同一个方向 就等同一 其实它是捅到里面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它应该抛个钩是这样的 你看它拖出来这个位置 应该是顶在这个位置 你如果反而装 它根本就 它就是这样的 你抛个钩没有效的 它要顶在这个位置 放进去 放进去 把泡壳钩 这个弹簧 放到里面 左右转一转 一定要去把它卡好 OK 卡好了 再把这个装针放回来 然后底板 底板 先放在这里准备好 这没有压到底 装针还得压到底 刚才这没压到底 OK 好 你看我现在卡到这个位置了 但是我现在不能推进去 如果推进去 它是卡不住的 记住啊 推进去一点点 只要它能挡住这个撞针 整个撞针就可以了 但是不要挡住这个点 把它按下去 这个东西向下按 按下去之后 再把底盖推进去 然后慢慢的松开这个手 你看它跳出来 就对了 然后底盖 一定要检查看能不能 拿手把它滑下来 如果不能 就这么紧装对了 好咱们再把它装回去 这个擦一下吧 太脏了 这个X5的枪管 要比普通的P30的枪管厚 非常多 它算是重管的 你看很粗 然后像X5系列呢 就是不是X5系列 大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X5系列 你看这个一头平 一头不平 那么这个平的应该朝向 塌方底部 不平的朝向前面 这个很难装啊 不太好装X5系列 所以大家需要耐心一点 反正我是习惯 手指在中间撑着这种 对 然后把它塞好 放在卡在这里 然后 再把这个 首先既然这一辆 拉到底线啊 然后把它放回来 卡在 卡在这两个耳朵上 然后动一动 走好 到底之后 推到底 卡住 把它 复位 好整个这个X5 也就这个重新弄好了 那么 其实X5还是挺简单的 它的结构 而且这个X5其实挺好打的 然后相对来 但是我其实不太建议 比如说有人想买它 比如说看家什么的 这个不太建议 因为它实在是比格洛克安全系数 可能我感觉还差 因为 格洛克所谓的板机保险 它就是没有保险 但是它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点点的 这种所谓的安全结构 但是下X5就是这个P30系列 当然了有的版本 P30有的版本是M17 M18 我有点记不清了 它这是有那种就是手动保险的 那么你大部分咱们能买到 就是这种完全没有任何 就是手动保险的这种 就是说你扣板机 它就会响 对 连板机上都没有那种就是所谓的板机保险 连那个都没有 所以这个我觉得说你用平常用来 打着玩啊 或者打比赛啊 都是挺好的枪 看家稍微的差了一点点 所以这把枪的拆解就跟大家讲完了 好感谢大家收看 好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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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大家